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日巴罗斯多就可以拆卸卡死的脚模机切割片 不管这个切割片卡得多死 用日巴罗斯多就能轻松拆卸下来 把这个方法奉献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日到脚模机卡死了 没有专用的钥匙 我们就用日巴罗斯多来拆卸下 看我说如何拆卸的 那我们还需要找个这样的扳手 这个扳手为开口扳手 不需要太大的扳手 大家看如果太大的扳手 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也是拆不下来 我们只需要找这种小扳手就可以了 切割片上都有这种小孔 有得上有四个小孔 有得上有两个小孔 不管有多少个小孔 只要有这个小孔就可以拆卸 我们现在来拆卸下 把扳手的开口放到它的孔里面 大家看 如果我们放上这样 这样拧就是拧紧了 那我们放上之后 这样拧就是拧松了 而我们放上之后 运手根本拧不下来 因为这个脂肪比较小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刀套到这个里面 套进去 它可以当做把手 给我们的手能使上筋 我们转的时候更有力 现在我们套进去了 这个按钮已经要按住 大家看 大家看 我们拆的时候 就特别的简单 一下就能把这个拆卸下来 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 因为这个扳手的开口呢 刚好是它可以卡到这个孔里面的 这个孔里面卡上之后呢 我们这样过来呢 这段呢 它也是卡住的 刚好能卡死 大家看 就能把这个拆卸下来 而这个螺丝刀呢 它能起到了一个支点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螺丝刀 我们也是拆不下来 我们这样放上之后呢 运手啊 根本拧不住 这个脂肪呢 抓住 会打滑 这个脂肪太小了 没有这个给力点 而这个螺丝刀呢 它刚好是这个给力点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就是用一把螺丝刀拆下来的 好方法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 感谢啊 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可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呢 一起来交流学下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